如果待會效果還不行的話 我們就作為課間的 這個 面積 給課間的這樣一個任務 課中的這樣一個任務 然後給你們一點時間 那麼第三個 Ware Shark 這樣一個抓包軟件的 講解 這個做練習 練習 那麼這個作為 其實應該就是 課堂的這個實訊了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我們的直播可能會 可能會早一點點結束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還這麼多啊 十一個 不管了我們就完成我們的教學任務啊 本身這個這個 直播上課呢 確實沒辦法去 去管理到學生啊很難管理到學生 如果你不來上課我也確實沒有辦法 對不對 對 那麼這是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這個課堂的主要的內容 那麼 如果第二個效果不好的話我們也留給你們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的效果應該還是 可以的 但是我剛才自己也試了一下啊還可以 效果還可以 那麼 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Ware Shark這樣一個 抓包軟件的 這個 練習啊作為我們的課堂的 實訊 好 那我們先回顧一下上節課所講的內容 我們上節課呢其實給大家 主要 介紹介紹了 DOS攻擊 DOS攻擊 這個DOS 其實就是什麼 Detail of service 對吧 Detail 那麼就是拒絕的意思啊就是拒絕服務 那麼翻譯過來呢其實也是 翻譯成中文 也是直接來翻譯的 直接服務 Detail of service 那麼 所以拒絕服務攻擊 DOS攻擊 其實 就是 採用 這個 大的 帶寬 對吧 大的帶寬 或 比較多的 連接 來阻塞網絡 使 網絡 無法對 正常的用戶 正常的用戶 來提供服務 對吧 那麼 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用大的帶寬 我不斷的來給你 這個發送報紋 對吧 發送報紋 那麼一個就是 比較多的 連接 不斷的 來 嘗試 對 目標主機 進行連接 通過這兩種方法來 阻塞網絡或 還是什麼 或服務器 對吧 或服務器 那麼使我們的網絡 或 信息系統 無法對 正常的用戶 提供服務 無法為 正常的用戶提供服務 那麼我們舉過例子的 如果你的電話 有1000個人這個時候同時打進來 那麼你正常的 正常的跟你想聯繫的朋友 就沒有辦法 就沒有辦法跟你聯繫 如果一個餐館 可以容納10個人吃飯 那麼突然來了1萬個人 來進行 就餐 那麼 那當然這1萬個人是 是攻擊者 對吧 那麼另外一個 另外如果我們有一個正常的用戶 想要進來就餐的話 還有可能嗎 幾乎就沒有可能了對不對或者說可能性 非常非常小了 謝謝 謝謝各位同學 早起聽課 早起聽課 那麼 所以說兩種方法 一種是大的帶寬 或者就叫非常大的帶寬 發送報紋 那麼另外一種是比較多的這種連接 來 阻塞網絡 或者服務器 那麼使網絡或者心理系統無法為正常的用戶 提供服務 提供服務 從字面上也可以 很好的來理解什麼是 這個DOS攻擊 DOS攻擊 那麼我們講了兩個 DOS攻擊 對吧 我們講了兩個DOS攻擊 一個是 一個是這個鏈的攻擊 我們這個鏈的攻擊它的主要的 核心就是 發送報紋的 原地址 和 目的地址 一樣 對吧 那就是原地址和目的地址一樣 說白了 就是 服務器 自己給自己發送地址 自己給自己發送地址 那麼 這個我們 發送報紋之後呢這個地址 又往回來發送報紋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斷的 來 在 發送報紋中來進行 循環往復 我們就會 使系統崩潰 是系統崩潰 那麼上節我講到了我們 有比較重要的一個系統叫Ninux系統 後來 我們有同學問的 Ninux系統 目前我們主要推薦的 Readhand Enterprise Enterprise是一個商業版本 Readhanding的Price Linux 7.0 7.0的版本 當然現在 當然現在已經到了 8.0的版本了 已經最新的已經有8.0版本了 應該是 應該是2019年推出來的8.0的版本 或者 或者你們可以去 了解一下SendOS Ninux 7.0 7.0的版本 那麼Ninux的 去做Ninux的 這種服務性的公司雖然說 Ninux本身是 開源的 但是 這種Ninux 這個系統他會給 不同的這種 服務商 去進行包裝 或者 或者去開發新的功能 那麼 這種鏡像我那邊都有 Rinux的鏡像和 SendOS的鏡像我那邊都有 我這個電腦好像就有 CNinux 6.5的 CNinux 6.5的 CNinux 7的 還有 還有這個我辦公室的電腦還有 Rinux Hand Ninux的 這些鏡像的需要通過虛擬機去進行一個安裝 需要通過虛擬機 進行安裝 所以我們現在 所以我們現在講這個 講這個服務器 其實很多 很多服務器都在 都已經完成了 都已經採用了虛擬化的技術 對吧 都已經採用了虛擬化的技術 虛擬化的技術 講起來呢 肯定是比 實際的 服務器的 技術 物理技術是好的 比如說首先它有幾個好處 這個就稍微簡單的 你們可以 了解一下 比如說第1個 直接的好處就是 減少了 物理硬盤的 或者說物理 服務器的 購買 對吧 第2個 一些安全的問題 可以 統籌規劃 就是一起來做 統籌規劃 當然還有幾個比較 比較好的地方 這是 這個虛擬化的技術 就是Linigal的系統 我們展開來講 展開來講 要學習這個系統呢 其實還 不是 太不是太容易啊 我也上過這門課的 我也上我我也上過這門課 也寫過一本書 也去進修過的 英語系統的內容呢非常的多 而且 需要我們同學們去 實際的去操作的東西非常的多 那麼 那當然這個可能對英文比較好的同學 可能有優勢啊 裡面很多東西都是英文的東西 英文的東西包括一些命令啊 都是英文的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 進去 嘗試著通過 虛擬機 一定要通過 虛擬機 去安裝一下 安裝一下 比如我這個盤裡面的鏡像 安裝一下鏡像 然後才能去 才能去進行 Ninux的學習 這是題外話了啊 這是題外話 這是題外話了啊 那麼第一個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那樣的攻擊就是發送報紋的原地址和目的地址啊 其實就是 被設置成一樣了 被設置成一樣 或者就 或者可以叫做被設置真一樣啊 都被設置成什麼 都被設置成 這個被攻擊的 服務器的地址 都被設置成被攻擊的服務器的地址 第二個我們講了這個 San Flood San的這樣一個洪水的攻擊泛洪的攻擊 當然這種泛洪的攻擊 我們在 防火牆上都是可以採用一定的 措施去把它攔截的 攔截的 那麼這個泛洪的攻擊 他的主要的核心思想 核心思想是什麼 其實就是 我們打電話的時候我們核心思想我們可以這樣說啊 我們打電話的時候 電話通了 也說了一句話 比如說 打電話 給B 是吧 A打電話給B 電話通了 A 也說了一句話 B呢 也 比如說A說了一句話 你好 B呢 也回了一句話 你好 然後呢 A 這個人 比如說我們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啊 A這個人呢 突然啊掉進合理了 但是電話沒事啊 啊 啊突然掉進合理了啊 但是 啊電話沒有進水啊電話沒有進水還是通的啊 不太恰當這個例子啊 那麼這個時候 啊那麼這個時候B 啊 啊B已經去回了一個你好回了一句話你好啊 啊哈囉 但是呢 A這個時候突然掉進合理了啊電話也沒電話但電話沒有進水電話還是通的 那麼這個時候B 啊 是不是就 啊作為朋友啊是不是就一直在 等待 等待 A的回話 對吧 A的回話 那當然這個等待是有時間的啊是有時間的 等待有一定的一定的 一定的時間限制啊 啊等待有一定的時間限制 那麼 假設 現在 有1000個 或者1萬個 A 啊 都在 啊做這樣的事情啊因為我們這個是我們那個工具的方法對不對 不是不是真正的是打電話的這個A 啊突然掉進合了這是只是 舉個例子啊4gram 啊4gram 假設有1000個1萬個A 1000個A吧我無所謂啊這個無所謂 1萬個A 都在 都在 都都打了都打了電話啊 都讓B 在等待 那麼 我們 我們一個正常的用戶 C 能不能去訪問啊或者能不能去啊能不能去訪問這個網絡或者服務器啊 那肯定就不行了對不對 那肯定就不行了那這就是我們這個泛紅的這個思想 泛紅的核心的這個思想啊泛紅工具 Send Flood 這樣一個泛紅工具的這樣一個思想 是 對 服務器 和 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了这样一个SYIN包 SYIN包 那么服务器也向客户端回了SYIN加ACKID包 也回了SYIN包 但是这时候客户端突然掉线了对吧 突然掉线了 那么服务器就处于一直等待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攻击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sandfloor的这样一个攻击 那么这样解释的话同学们应该能够稍微清楚一点 Linux服务器和Windows 我们的那几步问的这个问题 Linux服务器和Windows服务器有什么区别 哪一个好用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班长请把这15个同学把它结构图发给我 我每天都有存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作为我们后面一个成绩的这样一个评定 一个标准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你们应该能看到的 你看 班长把上课的这个再发给我 今天15个还是44个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那几步的这样一个问题 Linux他做得很好 首先他已经肯定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两种服务器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来上课的话那肯定分肯定分数这个高不到哪边去对不对 那假设你都每门成绩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我相信 那这个在中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回忆对不对 好了 那么Windows和服务器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回答一下那几步同学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两个呢 有共同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共同点 共同点呢 他们都是 都可以 都可以去搭建 服务器 那么 Linux和Windows呢 就从操作系统呢 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点 不同点 首先第一个不同点 这个Windows Windows的 系统 家用比较多啊 反正反正我所知道的是 呃 这个 在在中国中国啊90% 可能甚至99%以上的 除了这个苹果啊 我们指这个微软的 不是对啊就除了苹果以外 除了苹果的系统以外 可能90%以上啊99%可能多了 那90%以上应该都用了是Windows的 啊 90%以上的家用啊 在Linux呢 这个系统没有没有家用 几乎没有家用的啊 几乎没有家用的 好那我们再来谈 这是一个 Windows系统和Linux系统的 啊区别 那么由他系统的区别呢我们可以谈第2个 第2个 一些 比较大型的 啊服务器 都是采用的 Linux系统 中等 或 偏 小型的 服务器 都是 采用 Windows 系统 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大型的服务器啊都是 很多都是Linux的系统但是 中小型的很多的服务器 啊 或者偏小型的服务器都是采用的是 Windows的系统 比如我们学校的 比如我们学校的 一个简单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服务器 比如说 这个服务器 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留学生 来进行一个管理 管理留学生的这样一个 日常的一个动态 那这个服务器就可以去用 Windows的 但是 如果我们 管理的是全校的这个教务 或者全校学生的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这样一个 服务器我们就推荐用 Linux的 那么 第3个不同的地方 Linux 大多采用 命令行 就是采用命令行的模式 而Windows呢 大多采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图形界面 大多采用的是图形界面 也就是我们的命令行 首先你的英语要稍微要好一点 要能够去 记住一些命令 当然这些命令是 你用熟了之后 就会 就会比较熟练了 就会比较熟练了 假设 假设你们以后 想在中国 举了一份比较好的 职业 比较好的职业 如果按我们的现在工资水平的话 比如你以后想在中国 获取一个 中等偏上的一个薪水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建议你啊 我建议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学学 Linux 可以去 去考一个 Linux的证书 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国家 比如说像这个系统啊这些怎么样啊 但是你如果在中国去考一个Linux的 比如说红帽的 红帽 翻译过来就是红帽 如果去考一个红帽的证书的话 就会让你去可以去获得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薪水 比较好的薪水 他比我们的 啊 他比我们的一些网络的这个证书 或者 整个就是一般的网络的证书啊 值钱很多 值钱money 值钱很多 这是回答的这个 这个我们同学们的问题啊 啊 我们需要发给老师是什么吗 没听懂 不需要发 我让 这个班长已经把这个截图给我了 不需要你发 诺证不需要你发东西 我让班长发的是这个就是上课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截图 那这样的话我们 后面考勤啊或者 给平时成绩啊就会有个比较好的依据嘛对不对那首先你要来上课 如果你课都不上的话 那就那就是不对的对不对你作为学生你如果不想上课 那就是你的主业就是没有完成对不对 好吧落证听明白了吗 不需要发给我东西啊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这门课啊其实这门课 还是很有用的 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 特别是服务器因为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的一些网站 一些网站 一些信息系统 一些信息系统 都是依靠了这个服务器对不对 所以服务器还是在未来的啊那特别 现在 比较吃香的就是这个 虚拟化的服务器啊 虚拟化的服务器 那么 这门课其实还是很有用的啊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其实我建议以后 我不知道你们你们后面有没有开啊如果没有开的话我建议你们以后 可以去开开这门课啊 开开这门课 那 这是我们上上节课所介绍的两个内容对吧那么另外其实我们还介绍了一个 缓中区的溢出啊 用一句话概括这个缓中区溢出 就是我们 数据的 存放区域 或者叫数据的 暂时存放区 出现了 呃 呃溢出 出现了溢出也就是 长度也就是大小不够了对不对我们 这样一个数据的暂时存放的区域 出现了 存储空间不够的情况 出现了溢出存储空间不够 存储空间不够 那这个时候 主要的问题主要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 程序的 这个错乱对吧程序的错乱 呃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返回的地址 啊程序返回的地址不一样 返回的地址有问题 比如返回地址有问题啊 那么这个 就会成为 网络攻击的一种方式 这就会成为网络攻击的一种方式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好了 那我们 我们 今天刚才讲的两个一个是链的攻击啊一个人链的攻击一个是 Send Flood的攻击啊 那下面我们来看啊比如说这个Send Flood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入侵者 那么入侵者 发了一个Send包 去给这样一个 给这样一个这个服务器 服务器 I a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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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服务器也会给他发包啊 但是后来呢这个入侵者就断掉了 断掉了之后呢这个服务器就一直 在给他waitingwaitingwaiting对吧 那么 正常的用户 去给他发一个包说 I am here 那么这个waiting 这个服务器他就 一直在waiting的状态 那么他就sorry I am I am busy 对吧 I am busy 我很忙 我没有办法去为你提供服务 有时候啊 我们讲 这个 有时候这种 有时候这种写在这里吧 有时候 这种这个攻击方式 看似简单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在 分布时就是在 很多很多的地点啊 来同时对 某一个服务器 或者某一个网络来进行doss攻击 那么就是doss的攻击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休息个5分钟吧 好不好今天休息时间短一点啊 怎么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啊 休息5分钟啊 我们开始啊同学们 这个沙国今天好像没来上课嘛 啊沙国呢 本来我们是 本来我们是8点钟的啊 后来沙国同学提议的是10点钟 那我就去给我们的教学秘书去商量 商量 怎么怎么没来上课也没跟我说一下啊好像没有吧 他说孟加拉国的 他说孟加拉国的学生同学 8点比我们晚啊比我们早应该早吧早两个小时啊10点钟的时候 10点钟 正好 是 孟加拉的 8点啊 他说这个时候上课 非常的好啊 沙国今天扣10分啊 开玩笑的 但是不能不能老不来上课啊 特别是我认识的啊 比如说这个 有一些加了我微信的啊 这个你如果一次不来上课在我的印象当中就会 显得比较多对吧 就会显得比较多 又少了一个人 好了那么这个就是 DDoS的攻击啊 DDoS的攻击我们用这个 显而 浅显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讲解啊 那么所以 这个 所以我们的这个DDoS攻击啊DDoS的攻击啊其实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种 基于啊DDoS 方形形形形形形式的 特殊的攻击方式对不对 我问一下你们就是我写的这些字 你们基本上都能认识吗有没有有没有不认识的字啊 比如说这个文道假设这个文道里面 字是不是都认识啊 有这个里面有不认识的字吗 好吧那待会再说吧 那么DDoS的攻击呢就是一种 基于DDoS形式的一种特殊的啊他的 这个 这个本质啊本质啊本质就是本质是DDoS攻击啊只不过是分布式的对不对 只不过是分布式的啊 只不过是分布式的啊协作的啊 大量的啊大量的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比较大的站点啊 针对的是比较一些比较大的站点比如说你要去 攻击像中国的 这个澳 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前年 去年还是前年 这个新浪 就 遭受过 比较严重的 这个DDoS的攻击事件啊这个事情可以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啊肯定是有的 那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这个 这个被够他主要是攻击的是这个门户网站大的门户网站 比较严重的DDoS的攻击方法 比较严重的 DDoS攻击 那么一般的DDoS攻击呢 可能是借助的一台 一台这个攻击但是我们的 DDoS可能借助于 上百台甚至上千台甚至 数万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个攻击啊 攻击机对吧这样的一个攻击机啊 那么分布是拒绝攻击我们分布是拒绝攻击我们主要分为 三个方面啊 第一个 攻击者 啊 他是一个 啊始作俑者对吧 这个成语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学过啊 啊始作俑者对吧 还是第一个 啊从这边就开始攻击啊 攻击 那么 下面那一块叫主控端啊 主控端啊 主要来控制的一些端口 再下面第三层叫代理端 代理端就是直接向 目标主机来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些这个肉机 对不对 这样一些肉机 或者叫僵尸的主机 或者叫僵尸的主机 对吧或者叫僵尸主机 或者叫肉机 那么这些肉机呢 是主要是直接向 啊目标来目标主机来进行攻击的 直接向目标主机来进行攻击 那么这个攻击者他其实就是一个 啊 攻击的这样一个主控制台啊 主控制台 那么他向主控端来发送 命令啊 并且控制了整个的啊攻击的过程 啊攻击的过程 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这个主控端啊 那么主控端呢是我们的 攻击者啊非法侵入 啊并且攻击的啊并且进行控制啊 控制的一些主机对吧一些主机 那么这些主机呢还去啊控制着大量的 啊这个代理主机 啊我不知道你们在有没有在中国听说过有一个 啊一个比较这个 当然是非法的啊非法的这个 这个销售模式 叫传销 就传销 传销采用的这个 传销采用的这个理念呢 也是就是一级 一级一级的 一级也比如有 一级一级的比如有一级的 这个代理商 这个二级的 代理商啊 那么这个就跟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DDoS的攻击是不是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吧 有异曲这个单词这个这个成语你们有学过异曲同工 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吧 这个传销采用的理念呢也是一级一级的啊 我们的DDoS攻击 也是采用的 也是采用的就这样一个一级一级的这样一个分级的管理的 分级管理对不对分级管理啊 那比如说我们这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级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级啊 第一级他是负责去发货负责去收钱的啊 这是我们的 一级的经销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sling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这个传销组织的这样一个 发起者对吧 那下面就是我们的一级的经销商 就是我们的主控端 二级的经销商 一级的经销商这是二级的经销商 这种组织同学们千万不要禁啊这个非法在中国是非法的啊 他会 骗你的钱呢啊会骗你的钱呢 这是一级的经销商 这是二级的经销商对不对 那么一级的经销商要听命于这样一个司令 然后呢发送指令给二级经销商 对吧 那么二级经销商呢他听命于 这个一级经销商 然后呢去啊直接去 对这个终端去进行一个攻击对吧 直接去对终端来进行一个攻击 所以这个 这也是举着一个例子啊希望大家能够 了解啊 好多好多字不认识不懂 但是你解释的时候能猜到 我一边听一边查一下不明白的单词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我觉得班长你的这个中文真的是很厉害啊基本上 不会出现什么错字啊 好像跟 中国的学生基本上差不多 啊 好多字如果 如果不懂的话 科尼姆你可以正好再学习学习中文嘛啊回头我把这个 发进去发到微信群里面 你们可以再去学习学习中文嘛啊 像这种像这个 这个成语啊 如果你以后要在中国这个 长期待下去的话 就可以可以这个学习学习嘛对不对 当然还讲了一个成语我都忘了 好多字不认识啊 但是中文确实是很人这个我也知道 因为有中文有的一个词 在 不同的语境里面 他的使用的方法 和表达的意思就有可能有天壤之别 对吧又教你们一个词啊 成语啊 天壤 教你们两个成语呢啊马上收费啊 马上我收这个中文的这个 讲解费啊 可你很多学习学习啊 这个里面的字应该 不算太难吧我感觉 并没有那种比较难的字啊 你们你们知道中国这个陕西有一个叫 有一个面叫 不要不要面啊 你们你们有知道那个词吗 不要不要 就这个词啊 你们看看这个字啊 这是这是这个陕西的有一个 有一个面叫不要不要面 朋友们能看见吗 克里姆 克里姆克里克里姆 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一个字啊 这是一个字 不要不要面啊就是就是形容陕西的一种面食 这就是一个字 你看看他有多少个字 多少颗 对啊 里面有马 还是大写的马 长 大写的长 颜 月 刀 啊 这个心啊走自己保盖头啊你看这是一个字 这个字要写啊来不得了啊 太难了 不要不要面就是一个 你说你说哦那个 沙拉迪见过的班长见过的是吧 不要不要面就是一个面食 就是就是给你们讲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字有多那个 多那个 你看这个这是一个字 这是中国比较难的字真的是太难了 呃 柯定我发出了老师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啊 分级管理啊我们所以说 这个 DDoS的攻击也采用的是啊分级管理啊攻击者 主控端啊代理端到目标主机啊到目标主机 我们首先发起攻击的肯定是我们这个第一步 对吧 首先肯定是发起攻击的是第一步 攻击者去 发起攻击 在 我们的整个网络上去寻找有漏洞的有漏洞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主机 来进入他的系统 啊并且在上面去安装一些后门程序 后门程序 那么 第二步呢就是去侵入一些这个主控端在主控端上去安装这个控制程序啊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机制呢作为这个代理端 对不对代理端 那么各个部分 各施其职 各施其职啊再教你们一个啊 再教你们一个这个成语啊各 其职啊各司其职 各个部分各施其职共同完成这样一次 这个分布式拒绝攻击啊拒绝服务攻击 共同完成这样一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那么 因为我们的如果我们从目标主机 要去反查 这个 攻击者的话 这种攻击方式就比较难查因为他中间 隔了这个代理端和这个总控端对不对 假设他这两个地方的IP地址都记都采用了 都采用了这个虚假的IP地址 那就很难去反过来很很难去反向的去查对不对 很难去反向的查 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低道士攻击的三层啊攻击者主共端以及代理端 那么三者在攻击中分别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啊分别扮演的不同角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低道士攻击发生的 发生的这样低道士攻击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是他的这个特点啊 第一个 到低道士攻击发生频率高 并且呈海量模式 海量的这样一种趋势 就是证明就是多 对不对 多 第二个啊以经济利益为原始驱动啊就是钱 对不对 钱 那么第三个 宽带宽带的宽带型的攻击混杂着应用型的攻击也就是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综合攻击方式啊有这种特点就是我们的 综合攻击就是有宽带攻击有这个应用攻击 啊有专门针对你宽带的攻击有专门针对你应用 所谓应用就是比如是比如像FTP 这个TULET TFTP这种 应用时的攻击 那么海量的流量可以去破坏这个啊基础网络啊基础网络 呃这个特点就是我们僵尸的网络众多啊发动工 发动攻击的难度小就是 容易去 发动 这样一个攻击啊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个 容易发动 都是攻击 对不对 而且 攻击效果好 就是那个有可能会 可能会收到 可能会有 比较多的钱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这样的这个特点啊 这样的特点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DDoS攻击的这个防护呢 啊 并不能完全的去把这个DDoS攻击的啊杜绝DDoS攻击啊 那么主要的防务措施呢 比如说这里有 及早发现漏洞 及时的去安装补丁 去建立这个备份 对不对 那么第1个就是 及早的去发现漏洞比如我们的 你用的这个微软如果发现漏洞话要 及时的去进行一个修补漏洞 及时的去安装补丁 及时的去安装补丁 及时的去建立你的重要数据的备份 使用墙密码特别是 管理员账号一定用使用墙密码 我们说过的 什么叫墙密码呀 墙密码就是 大小写 字母 特殊符号 加 数字 一定要是大小写字母 加特殊符号加数字 那么 禁止不必要的网络服务 有些网络服务 比如说一些远程的一些网络服务 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直接给关掉 每天去看你的日志 特别是 攻击日志 特别是攻击日志 那么第3点 访问列表去过滤掉通过我们的访问控制列表去 过滤掉一些非法的流量 去过滤掉一些非法的流量 第4个 第4个部署防火墙 部署防火墙 那么提高 整个网络的抵御 攻击的能力 那么第6个 实现 路由访问控制和对带宽总量的限制 因为我们的 这个 低道指攻击 不可避免的 它要增加你的连接的数量或者 带宽的这个总量 如果我们 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贷款有一个季 假设你在达到800兆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去 提出告警 对吧 提出告警 一旦发生 这个倒数攻击的话 我们的流量会突然的增大 突然增大 那么如果 平时我们用下来流量都是五六百兆 三四百兆 如果 突然增加到七八百兆 那个出口流量的话 出口流量的话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 是否有 这个 DOS攻击 一旦发现DOS攻击要及时启动 响应策略 进行抓包 进行抓包 那么另外一旦发现自己的计算机必用作 作为主控端或者代理端要及时清理干净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 即时的来进行抓包 一旦发现 DOS攻击的话 要进行即时的抓包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抓包 如何去进行抓包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 VLSHOCK 给大家 讲一下然后 大家要 做一个习题 做一个习题要交给我 要交给我 怎么进来 好 那么 那么今天我们最后一项活动 就是我们的Vershack的这样一个使用和语法 那么这个Vershack主要的就是用来进行抓包 网络的鲨鱼主要的用于抓包 就是抓取报文 抓取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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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这是一款工具 这是一款工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这个在这里安装文件回头我也发给你们 其实我已经发给这个发到群里面 发给这个版档卧了 这个Vershack上节课呢没有安装成功 因为我电脑里面的系统和 因为电脑里面的系统 需要安装一个 安装一个插件 叫WingPcap 这个插件 如果你们也有的同学没有这个插件的话 这个插件可以通过360的 你们在中国的话肯定知道360的 电脑管家直接安装 他会找到跟你的系统所匹配的这样一个WingP 安装都是直接点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我同意 I agree 其他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安装 班长也已经安装过了 昨天他已经告诉我可以安装 那么这样一个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卵件的这样一个界面 怎么去进行抓包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去打开一个CMD 打开一个PIN的程序 假设我们现在就开始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抓包的这样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几个 第一个 这是我之前用的30的一个虚拟网络的一个接口 这个不管 这个不管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这是我的这个网卡的接口 网卡的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址 这个我的地址是192.168.2 22.232对不对 那么就是这块地址 这块地址 如果我们要去抓包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做 直接去抓包的话 就是抓取 那么抓取的时候 他会给你去看 比如说你现在有多少TCP的包 有多少UDP的包 那么抓取的这个运行的时间 stop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在目前我的电脑 其实并没有做什么操作 但是他会肯定会对 跟外界来进一个通信 对不对 特别是我自己的网卡 可能会去发一些报文 可能会发一些报文 那么这个是发报文的 整个的每一个报文 都被我截取下来了 他的这个 number time 时间 source 就是原IP地址 目的IP地址 所使用的协议 他的这个信息 信息 这是我们的 这样一个 数据包的统计窗口 统计窗口 数据包的统计窗口 分别有原 目前目的协议以及这个相关的信息 原地址和目的地址 那么 如果你要是查看每一个包的话 就直接点每一个包 每一个包他会 你看他底下这个窗口和这个窗口 也都会进行 都会有相应的信息的这个改变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点的是这个 他的这个原端口 五四六六八 目的端口 就是八千 对不对 八千 那么下面这个呢 第二个窗口呢 就是协议的分析窗口 就是我们这个窗口 就是协议的分析窗口 第三个窗口呢 就是具体的这样一个数据窗口 就在这里 具体的数据窗口就在这里 就是我们这都是16进制的 16进制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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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 这个 一些这个协议的分析的窗口 下面都是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数据的 数据的这个窗口 那么VSHOCK呢 它是一款非常流行的网络分包分析 可以去截取 各种网络分包 并显示网络分包的详细信息 那么使用VSHOCK的管理人 必须去了解网络协议 那么我们要 我们有两个 第一个学会VSHOCK的安装 第二个呢 学会用VSHOCK来进行一个数据包的 对比方的截取和分析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截取和分析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 捕捉的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写在哪里啊 写在这里 fighter 如果这个fighter呈现的是绿色的 就证明你写的这个过滤过滤条件 其实是一个过滤的条件啊 其实是一个过滤的条件 那么这里面过滤条件主要 分为 协议看见没有 朋友们来看这个协议对不对 目的 主机 他的值 我们的这个逻辑的这个逻辑的运算符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表述 表达方法啊 那么下面就是他的这个比较比较运算符 得语得语 不得语 大语 小语 或者大语得语 小语得语 这个 and 逻辑语 or 逻辑或 逻辑意或 或者逻辑 非 对不对 那么这是我们几个简单的举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 这个目的的端口 TTP协议 TTP的目的端口是80 我们就在这里去写 比如说我们要搜捡的话就是TTP的 目的端口 第一个吗 DS DST 是吧 Port 80 你看 它这个时候变成绿色的话就证明你这个条件写的是对的 如果变成红色就证明这个条件写的是不对的 如果要直接搜寻的话就可以直接打回车 就直接打回车 那么它就会把你所有的8080的目的端口是80的这样一个端口 所有的数据包把它给记下来 那比如说我们 所有的圆 就是Sounds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怎么去 写目的的这样一个80端口 80端口的这样一个目的端口怎么去找到它的分包 第二个host 就是来找悬目的或者原IP地址是 1.10.1.248 248的这样一个包分包 然后 IP SRC 就是Sounds 对吧 是原 捕捉 原IP地址为 10.3.40的这个信号就是一个通沛服了 对不对 它的分包 然后呢可以去找悬 目的如果不强调 原或者目的的话就是都可以 就是都可以 来捕捉原或者目的马克地址的第二个分包 还可以去捕捉 这个 端口号在2000和2500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内的分包 范围内的分包 所以这个 这些应该问题应该不大 对不对 你们可以照着去写 什么 我发的我有这个Wincap 好 Wincap可以 那这个软件你也帮我发到全里面吧 班长 你把软件或者不发到全里面可以你发给同学们就可以了 我们的班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比这个 算了不能再夸奖你了怕你骄傲 怕你骄傲 这个写法都是很简单的直接是 这个通过 直接通过这个比如说主机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IP地址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过滤条件就是在这里 过滤条件就写在这里 写完这个过滤条件 它是绿色之后你就直接去回车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包 那么下面的这块就可以去进行对这个包来进行分析 分析 比如说 你看这里面有一些分析的比如说它有这个目的的 有圆的 这是曼哈地址 对不对 有曼哈地址 那么有它的这个 英特的英特的协议它Vision4 其实就是用的是IPv4 对不对 它用的是IPv4的这样一个协议 它的头长度这个包的它的头长度是多少 这个总共的长度是多少 标志位是多少对吧标志位是多少 协议常用的是UDP 对不对那这个都可以去进行一个 分析和查看分析和查看 如果你要保存的话就可以去保存 如果你不要保存的话就直接是不保存就可以了 这些英文你们应该比我还要熟一点 那么今天呢布置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这个小实验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出来啊 你们可以试着做一下啊 如果实在有困难您回头我们再来讲啊 可以试着试着先做一下啊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拼了一个过程啊 来拼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网弯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跟踪路由的过程来捕捉包 第三个就是一个loslookup来进行一个域名解析的过程啊 我把这个嗯发给你们你们可以去 可以去做一下啊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再讲啊 如果能做出来最好啊那我怕有有难度啊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实验就作为我们今天的课堂实验啊 那其实也没有几分钟了啊 那么其实就是课堂实验跟这个客户实验啊 混合在一起啊混合在一起 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文件和这个今天的这个串奖也发到 这个群里面啊 那其实是作为我们课堂上的一个练习 大家把这个 微下个这个软件把它给装一下啊 把它装一下 按照我的这个要求把它给试一下 把它给试看看能不能去把它给抓出来啊 抓出来分析出来 那么这个要自己 你要去去学一下去看 看一下的啊 就学一下去看一下 那么另外呢我在这个智慧执教里面啊 已经把第二张的所有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应该都能看到的啊 我分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第二张的比如说视频啊 主机扫描 LEST的扫描 NMAP的扫描 这个攻击防范 他的这个仿真演示网络三个阶段 网络攻击的三个阶段以及 第三张的 这个 DOS攻击的他的这个视频啊 和 赤科注目 赤科注目是我们下几个要讲的啊 赤科注目的视频 以及这个DOS攻击的视频都放在里面的啊 所以我们的 这个客户的学习生物其实还是很重的啊 今天有几个任务 第一把这个VLShop 学一下 第二把这个DOS攻击的这个视频把它给学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拒绝 拒绝服务攻击的啊 视频把它学一下啊 这个作业如果能做出来就最好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后期再来评讲啊 再来评讲就是这个这个小作业啊 那好啊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课程呢就到这里啊 大家把这个按照我们的要求把这个 呃客户的习题和这个实验把它给做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就直播课程就到这里啊 就能做一下 我口解采一下 你怎么能做的 我怎么想啊 嘛 我才没做到 这个转化了